吃点蛋糕 聊累了 聊累了 那个 这个今天发生这个空难啊 一个是关键词是乌克兰 一个是伊朗 伊朗呢 这些年美国为首的这西方确实对它进行封锁 但是呢 这个冤有头债有主 是吧 严打哪闲的呢 醋打哪酸的 这个你搞了这个伊斯兰革命 白色革命 是吧 后来又扣押了美国人质等等的 当然了 你按照辩证法 是吧 中国人常说这个辩证法 一个巴掌拍不响 得对撞 你要闪开它呢 是吧 有的时候 是吧 就是对撞 谁闪开谁呢 狭路相逢吗 对吧 关于这个 我看这两天那个微信朋友圈啊 还有这个推上啊 油管上啊 聊这事的人很多 我就不想聊现场的情况了 我聊一部老电影吧 老电影的名字好像叫黑海什么 离海什么什么 因为这个德黑南往北 不是有一个山叫俄尔布尔市山吗 然后那个再往北不就是离海吗 是吧 离海是一个德黑兰人 他更近 离南边的波斯湾阿拉伯海更远 他们经常到离海去度假 这个电影 哎呀 叫什么名啊 我刚才还想在手机上搜一下 还真搜不出来 因为也看了 抱歉啊 你看了都 嗯 七八年之前 就看过这个电影 咱们不纠缠在这个电影名了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电影的情节 是一个什么情节呢 巴列维啊 当然因为他贪污腐败 他过分的亲近西方 他想当波斯湾地区的宪兵 想当美国的代理人 等等等等 很多原因 造成他最后的垮台 是吧 嗯 这个咱可以再单聊 咱们说的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政权一旦垮台 那么就会有一些人被杀 人头落地 也会有一些人呢 捡一条命 怎么捡一条命 你得跑 是吧 历史上这种改朝换代 政权更迭 这种兴风血雨 人头落地是很常见的现象 他们呢 这个电影就描述了一个空军上校 就逃到了美国 逃到了美国呢 就 也没有什么好工作 是吧 因为你要融入人家主流社会 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干什么呢 他在一个公路上 当这个 就是修路的这么一个苦力吧 这么一个壮工 然后坐在一个卡车的后边那斗上 就跟我当年当那个搬运工似的 这个驾驶楼 人家是司机 采购员 您这个后边请 风吹日晒 他也干的是类似这样的活 然后呢 这老哥呢 那天呢 他要参加他女儿的婚礼 他是俩孩子 大的是一闺女 二的是一儿子 儿子还小 是个半大小子 十几岁 姑娘呢 已经成年了 要嫁人 那天在一个宾馆 要举行婚礼 然后这老哥呢 就跟他那公头 我看了他那电影里吧 反正干这操活的啊 干体力活的也都不是白人 好像有黑人 印度人 反正大概其吧 有没有华人我不知道啊 我们也不是妄自菲薄啊 反正是一些比较杂色的人种 然后呢 他呢 就请假了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进那宾馆的时候呢 他拿了一个包 他穿的是那个干体力活的那种 那个那个工作服 上面有有土啊 有一些污垢啊 然后呢 他就到那洗手间 他就换上了那个西装 我想想他也挺可怜的 而且他有了一把年纪了 是吧 他已经是一个中老年人了 然后 北京话的导致上了 穿戴上了 行头 闺女结婚吧 您总得穿的像回事吧 体面点吧 结果呢 他就 哎 然后那个画面一切一转 到大厅里 然后很多宾棚 似乎是他女儿也嫁给伊朗裔了 这就跟华裔一样 哎 抱歉 刚才吃了有点急 有点不雅 那个 就跟华裔一样 华裔在国外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下 很高比例的情况下 也是跟本族人 本族人通婚啊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比如说你的饮食啊 风俗习惯啊 思维方式啊 逻辑啊 语言啊 还是接近 在国外我也看到 比如说 在欧洲这边南美啊 南美人 嫁南美人啊 娶南美人啊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是吧 跟本族裔 这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然后呢 还好像作为婚礼的一个 他们是比较世俗化的 巴列维的他们这批人 是比较世俗化的 还跟他女儿跳了一曲啊 然后再交给这个新娘子 很多宾客 其中有一个人 两个人 两个来宾就在那怯怯思语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说 说他就指的这个人啊 就是这这老哥 说他那个 说他是播音公司上班的 他说我就在播音公司上班 我怎么没进 我怎么没见过他呀 就是说你这个吹牛吹漏了 当然了 出于礼貌 人家只是 窃窃思语 这是一个艺术上的 一个桥段的设计啊 就是说呢 也讽刺 或者说也很辛辣的 也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啊 原来是上流社会啊 空军上校 多牛啊 这老哥我再插一段 这老哥在他们家里 藏着他那是军装 这有那个流苏啊 这个金光闪闪的 这个奸章啊 是吧 这个 那是留在他内心的 那么一点东西 然后呢 就 发生一件什么事呢 发生了一个 美国一个女孩 美国一个女孩的 岁数不大 二三十岁 他离婚了 老公呢 应该是把他抛弃了 然后他一个人呢 挺可怜的 挺可怜的呢 他就 怎么说呢 他就有点自暴自弃了 也不出去工作了 就在家躺着 然后呢 他可能对很多法律常识啊 因为有很多底层的美国人 文化程度也不高 就是 税务局给他来了一封信 好像要交这个房屋的一点税 其实没多少钱 但是呢 他就没重视这事 或者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结果后来就 这个法院就给他判决 然后那天警察来强制执行 而且一些那个 类似于搬家公司吧 反正类似于这种身份 把他就扫地出门了 他非常不能接受 因为他觉得他没欠多少钱呀 但是 法律是无情的呀 但是呢 他又举目无亲 他的父母和他的哥哥吧 也都在其他的城市 他这谁也不认识 所以他就流落街头了 他到 他都没地方洗漱 他到那个公共的那种 卫生间去洗脸啊 漱口啊 好像拿一个大包 包里边是寄的衣服 就等于无家可归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法院吧 应该是法院方面 就把这房子拍卖了 这伊朗这老哥呢 挺可怜的 他来了之后 来美国之后 他收入低 低收入 他一直是租房住 拍卖房 起价低 他一看是个便宜 他就去把这房子拍下来了 结果呢 这女孩得知消息之后呢 这个伊朗那个前空军上校 全家已经搬进去了 这女孩就跑到他们家摁门铃 然后还跟他们家发生了一点冲突 甚至他在这个 已经是别人房子的 他原来自己的这房子里 他还在卫生间割腕自杀了 所以这个事就已经是很悲伤 很悲惨了 本来这老哥很高兴 因为那房子挨着一个湖 从那房子的阳台上 那个露台上 他是一个独栋的吧 然后在一小山坡 这一面是一个湖 然后他就怀念他的家乡 当年他们辉煌的时候 风光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离海沿岸 然后夏天来度假 看着那个一望无际的 当然离海比很多海都大 虽然是个湖 怀念 这时候呢 这个女孩呢 他呢 割腕自杀之后 警察就来出警了 出警之后 一位警官呢 就陪 就同情他 加上这女孩呢 长得还挺漂亮 这警官是有家庭的 还有好像三个是几个孩子 然后结果俩人发生了 不该发生的事 嗯 反正当然这警官从他的 这个作为一个警察的 这个行为准则上来说 他是不对的 是失职的 有点这个假公济私 是吧 严格来说他犯法了 但是呢 这个男女私情吧 有时候这种力量是很大的 他就决定帮他 所以呢 他就罔顾了他的职业道德 去威胁这个伊朗人 当然这伊朗人也不甘束手待毙 他认为我是通过合法途径 就是获得这个房屋 我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于是呢 他把这个警察 跑到这个 相当于我们中国大陆的纪委 或者叫监察委 或者叫什么 呃 监察部吧 反正就是这种机构 纪检监察机构 就把这警察告了 告之后 这警察就不甘心啊 然后呢 这女孩呢 跟他有了这种特殊关系之后 他觉得他也对他要有所交代吧 然后呢 就后来发生了一系列 当然是 应该是剧情是编出来的啊 是这个编剧编出来的 结果阴挫阳差 在一次他们谈判 然后要见面的时候 那个这个老上校的儿子 去那个地方 跟他们接头吧 应该是 我有点记不清吧 时间太长了 然后 就是后来赶去的警察 执行任务的警察 把那个老上校的儿子 开枪击毙了 那老上校呢 就觉得万念俱灰 是吧 当然他那女儿已经出嫁了 没跟他们在一块住 他就跟儿子一块住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房子 结果儿子死了 可能他们那个年龄吧 也没法再生 就是能不能再生 这是自己养大的孩子 是吧 这种哀痛 这种心理的打击 他没法承受啊 所以呢 这个老上校啊 说到这儿 我已经很伤感啊 这个 我经常为别人的命运而伤感啊 我就是这么一人 我一点不虚 一点不假 我是一个非常感情充沛 而且善良的人 然后到这的时候 老上校就拿一个夫妻俩吧 老太太还有 就拿一个缩了袋 窒息而亡 然后这个 后来好像那个女孩 好像这房子又归他了 又归他之后 他也很伤感的 一个人非常孤单的 坐在那个露台上 看着那个夕阳 从那个湖面 慢慢慢慢的下沉 直到黑暗 吞没了他